小九 那样的药你还有没有 柴二爷想着 那不知是什么样的药 能让飞仙强者也中了招 只怕不是一般人炼制出来的 没了 他双手一摊 那你那个药是从哪里得来的 百川城的天丹楼 百川城的天丹楼 柴二爷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身边几名柴家人一眼 而后对凤九道 这天丹楼我们没听说过 旁边坐着的凡一修几人 没有说话 却是沉思 其中以凡一修最为奇怪 他看向凤九 是百川城 我以前没有听说百川城 有家天丹楼啊 旁边的一个女弟子接话 大师兄的家 就在百川城 哦 这天丹楼啊 是新开不久 专门卖单药药剂 还有药伞之类的一些 常用到的东西啊 东西呢 就像我今天拿出来这包药一样 是好的 顶级的 只不过呢 价格也很贵 而且有的东西 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哦 药买不到 那得怎么 旁边一人 有些诧异地看向凤九 药材 而且是上了年份的药材 他们最少收五百年份的灵药 城里都已经传开了 很多人慕名去求药 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得了那么一包药撒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 心中对着天丹楼 也有了一丝的好奇 想着等出了火山林 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去看一看 二叔 这火山林里面 我们还要再进去吗 柴翁在沉默了一会儿后 问出了这一路上最想问的话 我们都到这里了 还回去吗 修险本就是逆天而行 我们修炼的大道上 自然也会有不少的阻碍 有的甚至会是死亡 难道我们能因为眼前有危险 就因此而退却吗 如果就这样退却 只怕这中词一生 实力也无法再提高了 可是 我们现在才走到这内围的外面 我担心 若是再继续往里走 我们真的很有可能 全部人都得死在里面 胡说 那蝎子拥兵团的人 如今也没了 在这林中 能遇到的人 估计也不多了 若怕有危险 提高警戒也就是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柴翁垂低下头 没再开口说 他就知道 他的建议提出来 他们也不一定会 听取他的意见的 众人在林中休息 直到天色渐暗 没再离开 今日一战 让他们有些筋疲力尽 此时一个个放松下来 只感觉浑身无力 相比于树下 点着火堆围坐的众人 凤九则已睡在树上 他趁着晚上休息的时间 以神识探查那些空间戒指 和乾坤袋内的东西 在其中发现了 此行之一的火药石 只不过因为 周围树木上也有人守着 所以他无法进入空间 只是在神识扫过以后 将那火药石的特征系了下来 我看着他会有些水平尽 是在神识扫过以后 我看着他有些水平尽 我的天色尽扫过以后 我们将来帮助他